法国摄影师基奥姆·赫伯特在2002-08年的6年里走访了多个悲剧事件的发生地 讲述了幸存者以及生活在悲剧阴影下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最后出版了这本叫做《七分之七生之阴影》的画册 这里面有不少触目惊心甚至是限制级的画面 那既然是限制级当然这里就没法看了 我把一部分作品的链接放到评论里你们自己研究 这本书我翻了几遍也放下了好几天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这一张 在阿尔巴尼亚有一种叫做血仇的民间制度 简单说就是如果一个人被杀 那被害人的家族就会对杀人者的家族成员进行报复 报复对象常常是杀人者最亲的人 最可怕的是这种基于家族的报复性仇杀 不是说我死一个你赔一个就完了 它可能导致双方几代人来回杀戮 直到两边都没有可杀的人 或者幸运的以某种形式和解 所以很多小孩子也被卷入这种无休止的仇杀 他们要么被杀害 要么常年像老鼠一样躲藏度日 甚至还有从小就被家族培养为报仇的杀手 这个十岁女孩的父亲被人抢劫遇害了 因为家里没有兄弟 所以女孩将来要承担为父报仇的任务 你可能意识到了 这是一张摆拍的照片 也是一张残忍的照片 这是当代记事摄影常用的一种方法 不同于传统记事 对行为或者现象的直接拍摄 这种含有表演性质的照片 往往被视为更高层面上的真实 如果做得好的话 赫普特解释他的拍摄动机时说 我要把自己放在坏人的位置上 我需要让观众感到良心不安 即便你们恨我也没关系 所以你看他做的就是 通过一张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照片 把家族在女孩身上的残忍的命运表现出来 冷酷但很真实 一直以来我对摄影作品有一个评价标准 我不关心摆拍抓拍偷拍这些东西 我就看他能不能超越现象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目击的层面 好消息是几年后 女孩联系赫普特告诉他 他已经放弃了复仇 他说我的复仇就是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这张照片也是帮他走出复仇阴影的重要力量 那知道了这个我们再来回看当年他迟到的这只销售 似乎又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对吧 再啰嗦几句 血愁这个系列让我想起了前阵子读过的一本书 叫全球真实故事集 他里面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洪都拉斯的五兄弟 被当地黑帮逼着逃亡美国 在美国又遭受种种迫害的经历 如果我没有看过这个故事 我压根就不知道洪都拉斯在哪 也万万想不到他们在美国会遭遇什么 就像这个摄影故事 阿尔巴尼亚斯库台 你看这些故事描述的都是远方的哭声 可能你会问了 我知道这些有啥用 我也帮不了什么忙 这话没毛病 确实帮不了什么忙 但是像非虚构写作 或者立足于非虚构的摄影作品 所带来的那种真实感 会强烈地撞击我的认知的边界 让我意识到 哇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 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通过他们 我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失败和僵局 也看到了人性的挣扎和蜕变 这些都是我进一步认识世界的材料 我当然希望它们有助于改变局面 但至少能改变的是我自己 所以我非常看重摄影的既视 或者说直面真实世界的特质 甚至认为这就是摄影的尊严所在 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合时宜 当然也不严谨 但说到底 我考虑的是 远方的哭声和身边的困境 他们早晚都是一回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